麦琳又有官宣了,而官宣那一刻,伍德伯的心中肯定是笑开了花,不过主帅莫里尼奥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心情, 因为,这笔官宣并非求人转会的官宣,而是拉赞助的官宣,这是今年夏天麦琳官宣的第三笔赞助,前面分别是哥勒,泰格豪雅,而这一次是麦琳貌似是一款播放器。 昨天晚间,麦琳在官方推特上宣布和麦琳成为合作伙伴,具体方式和数额没有公布,不过无论赞助多少,这都将成为伍德伯德的一笔功绩,而有了这个功绩,伍德伯德在格雷泽家族心中的地位也更大了,他在商业圈的名气也更大了,麦琳的赞助商,总数也达到了70多个了。 黄马和巴伐家起来的望尘莫及,伍德伯德奸下了新的赞助,他是高兴了,但是,麦琳尼奥心中恐怕要不开心了,拉赞助你倒是挺上心,议员的事情,你怎么就不上心呢? 你议员,要是有拉赞助这种效率,麦琳尼奥或许早就带领曼联虫回应超支颠了,而伍德伯德的做法,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,他的大部分心思, 还在拉赞助商上面,而不是在转会上,不然在转会窗口,还有几天就要关闭的时候,为何不去谈转会呢? 要知道,谈转会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,伍德伯德拉赞助的能力放在整个欧洲俱乐部里绝对是第一的,许多俱乐部可能几年才拉一个新的赞助,但是麦琳尼是一年拉几个新的赞助,或许正是因为他拉赞助的能力太强, 所以他才被格雷泽家族倚重,而这种倚重也让伍德伯德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拉赞助上,而不是转会谈判上,欧洲大部分球队都设立有足球总监,而总监专门负责转会事宜,可见转会是需要有专人投入大量的精力去操作的, 但是麦琳却没有,本来需要专人去做的事情,却让伍德伯德监着,这种情况下伍德伯德就必须有取舍,必须有一个侧重点,而这个侧重点或许就是拉赞助了, 这或许也是麦琳最近这些年转会市场商业员鼓励的最大原因之一,看着麦琳的赞助一个接一个的来,但是心源却迟迟没有消息,或许穆里尼奥的心中比谁都焦急,即便穆里尼奥是祖坛最好的主帅之一, 但是巧妇男的无米之吹,看着伍德伯德不停地宣布新的合作伙伴时,不知道麦琳尼奥心中是一种什么感想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